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斗罗大陆中,暗器很少出现 一般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,唐三才会施展 只要唐三使用暗器,敌人不死也伤 下面我们先来说说那些使用了并造成超厉害杀伤力的暗器 佛怒唐莲,唐家外门暗器的巅峰制作,威力非常巨大 在斗罗大陆中,也只有唐三知道怎么制作 后来,斗罗神将楼高献祭,为唐三致得开光的佛怒唐莲 孔雀灵,唐三暗器类牌第三 孔雀灵有着超强的杀伤力 小五曾用孔雀灵瞬间打伤五魂殿的第三供奉,然后将其杀死 诸葛神弩,现动脉已经出现 唐三给全队毅然配了一个 面对凶神战队,一发就把凶神战队全灭 异常的精彩,面对三十级以下的魂师绝对秒杀 因为凶神战队没有开三四魂计防御 所以直接就是被秒杀 唐三展现出暗器的真正实力 不用多久,七宝琉璃松就会来谈生意了 平时很少见唐三使用暗器,这次镜头还是那样的快 而且凶神战队太弱,一招就结束了 本来还想多看几发中国神弩呢 唐曼暗器即将崛起,配合暗器手法使用 我估计到时候八十级,直接就能越级干掉封号斗罗了 这个斗罗大陆的人真的比不过出生就带娃的唐三啊 你们认为呢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耗电锤上有几个十万年红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,咱们下期再见